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人》 作者二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第二集,仙人 看到老人走了后,铁柱他爹哼了一声,对铁柱说道 这老家伙当初看不上你爹,非要把我逼走,现在铁柱你出息了,又来道歉 这亲戚就是这样 铁柱懵懂得点了点头,问道 爹,四叔今天来吗 铁柱父亲摇头道 你四叔传来信了,他在外地回不来,等月底接你时才能赶回来 这时,又有马车奔行而来,在村口停下后,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 他望了望铁柱父亲,轻叹一声,说道 哟,老二,恭喜恭喜啊 铁柱的父亲面色复杂,许久后,说道 大哥 老者目光一扫,望着铁柱,微笑道 嘿嘿,老二,这就是你家小子吧 不错,这次说不定,真能被选上 铁柱父亲眉头一皱,随后书展开,说道 铁柱这孩子没啥优点,就是打小聪明,愿意读书,这次指定是会被选上 那可不一定,闲人门派收取弟子,要求非常严格,讲究有没有先缘的 我看这小子煞头煞脑的,去了也是白搭 一个傲慢不驯的声音,悠悠传来 从马车上走下一个十六七的少年 少年相貌俊美,见眉心目,面如惯玉 眼中露出轻涅之色 铁柱父亲怒目而逝 王林则深深的看了对方一眼,没有说话 老者面色一素,喝倒 王主,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这是你二叔,这是你弟弟王林,还不见礼 说完呢,他又对铁柱父亲说道 全自说话难听,老二啊,你别介意 不过,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又道 不过老二,这仙人收徒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需要讲究缘分,这次是横月派道虚上仙看中了犬子 这才对我王氏家族感兴趣 给了包括犬子在内的三个名 铁柱父亲哼了一声,说道 你家娃既然能行,我家娃一定也会被选中的 少年耻笑,根本就不在乎老者的呵斥 你也知道 你就是二叔吧,我劝你还是别往好了想 这修仙体制,不说万中无一也差不多 这傻小子不可能和本少也比 本少是被仙师内定的弟子,他能比吗 老者脸上得意之似,一闪而过 又训斥了几句,对铁柱父亲一抱拳 带着少年走向宴席 铁柱啊,不要有压力 要是真没被选杀,也不算杀 明年去县里大考,也是一样的 铁柱父亲憋了半天气 许久后才舒缓出来 语中心诚的说道 王林目光坚定,一声道 爹,你放心,我一定能被选杀 铁柱他爹温和地拍了拍儿子肩膀 眼神中露出期望的目光 又陆续迎接了不少亲戚 铁柱父亲最后带着他回到宴席 此时高棚满座,场面热闹非凡 众人相互庆祝,熙熙攘攘 呃,族内的亲戚们,父老乡亲们 我王天水,没啥文化,不会说什么词 但是啊,我今天高兴 我家娃这次有机会被恒月派选中弟子 是我这辈子最高兴的事 我多了也不说了,感谢各位来我这儿道喜 谢谢了啊 铁柱父亲大声说完,端起酒杯,一干而净 哎,老二,你家娃娃从小就聪明伶俐 一定能被选中,和王卓那孩子一样成为仙人 大哥,你有铁柱这孩子,这辈子算不白活了 以后等着享福就行了 嘿,铁柱啊,给你爹挣口气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进入恒月派 场面一时间大为锦繁 庆祝生四起 不过暗地里,也有很多人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比如王卓的父亲就是如此 他表面上贺心,内心呢,却从来都瞧不起这个二弟 对他的孩子就更是如此 他望了望自己家的小子,又看了看铁柱 内心豁不以为然 心道,老四这次把名额让出来 虽然出乎自己预料 但只要那些仙人不是瞎子,就不可能选中铁柱 人生百态,此间众人一一可见 铁柱父亲拉着铁柱挨个桌子敬酒 为他介绍一个又一个陌生的亲戚 这一天,铁柱的父亲喝了很多酒 他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 一直到很晚,亲戚陆续离开 临走时,少年王卓依然还是那幅瞧不起的表情 趁人不注意啊,在铁柱耳边轻声道 哼,傻小子啊,你不会被选中的 你没有那块料 说完呢,他轻蔑的一笑 随着他父亲离开了 回到家中 铁柱躺在床上 内心暗自决定 无论如何也要被选中 半个月,匆匆而过 这一天呢,铁柱的四叔赶着马车来了 铁柱父母联盟把他迎入房内 中年汉子洗了巴力 匆匆说道 二哥,二嫂,这次不能待时间长了 我接上铁柱,马上离开 明天一早,横月派就要来接人了 铁柱父亲一睁了 脸上露出一丝不舍之意 果断地说道 行,铁柱啊 跟着你四叔走吧 你,你若是被选中 就踏踏实实地在横月派 若是,若是没被选中 不要有任何负担 回到家里来 铁柱不舍地望着父母 重重地点了点头 他母亲从房间拿出个包裹 爱怜地说道 铁柱,出去要听四叔话 不要惹事 外面不比家里 遇事多忍让 娘给你准备了几件新衣服 还有你最爱吃的烤干薯 娘会想你的 要是没被选中 就回来 铁柱他娘说着说着 眼泪就流了下来 铁柱从小到大 都没有出过村子 这次是她第一次离开 四叔在一旁感慨 说着 铁柱 给你爹娘争口气 一定要被选中 二哥二嫂 家族几天后会有大型欢送席 今天着急 我明儿个来接你们一起过去 家族的三个被推荐上去的娃娃 那时就有结果了 说完呢 他拉着铁柱匆匆上了马车 抽了马匹一鞭子 扬长而去 铁柱的爹娘 一直望着飞快消失的马车 泪流不止 他爹 铁柱从来没有离开过咱们身边 这次他出去会不会受欺负 铁柱他娘咬着下嘴唇 眼中露出不舍 娃娃长大了 自有他们的福气 铁柱父亲拿起烟袋 深深地吸了一口 脸上的皱纹 一下子又多了不少 马车飞快地在小路上驰骋 王林的身子随着地面的坑袜 起伏晃动 他抱着怀里的包裹 内心跌宕 带着父母对他的期望 离开了居住十五年的山村 此地距离县城有不短的路程 王林渐渐睡下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被人轻轻推动 睁开眼睛一看 四叔面带微笑地望着他 大圈道 铁柱 第一次离开家门 有什么感想了 王林察觉到马车已经停下 喊笑地 没啥感觉 就是有些害怕 不知道能不能被先人收入 四叔哈哈一笑 拍了拍铁柱的肩膀 说道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到地方了 这是四叔家 你先去休息 等早上我带你去家族 下了马车后 展现在王林面前的是一片瓦房 跟着四叔来到一处房间 王林坐在床上 却怎么也没有睡衣 他脑海中闪过一幕幕 爹娘 乡亲 亲戚的言语 内心轻叹 对于被先人收入弟子的念头 更重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不大一会儿 天色微亮 日头渐渐升起 王林尽管一夜没怎么休息 但精神却很充沛 带着一丝忐忑 他随着四叔来到了王室家族的大宅子 这是王林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房子 眼花缭乱 四叔边走边探头 铁柱 这次一定要给你爹争口气 可别叫亲戚们笑话 王林的内心更加紧张 紧咬下唇点了点头 不大一会儿 四叔把他领到宅子正中的大院子里 铁柱他爹的大哥 那个老者站在院中 看到铁柱后略微点头 说道 铁柱 一会儿仙人来了 可别大惊小怪 一切事情就跟着你哥哥王卓选 他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知道吗 最后几个字 老者语气严厉 王林沉默不语 四下一看 发现除了王卓之外 还有一个少年 少年皮肤略黑 虎头虎脑 眼中更是透出一丝激烈 他衣内鼓鼓 好似揣了什么东西 他看到铁柱望向自己 冲他做了个鬼脸 跑过来问道 你就是二叔家的铁柱哥吧 我就文浩 王林轻笑 点了点头 老者看到铁柱 居然不理会自己 心地微闹 正要呵斥 就在这时 忽然天上云彩飘扬 一道剑光闪电般破空而来 剑光消散后 地面上站立着一个白衣青年 青年目光炯炯有神 散发出飘逸不凡的气质 他身态冰淡 目光在铁柱等三少年身上一色 尤其是在鸡灵少年身上 鼓鼓之雾处 看了眼 冷声道 王家的三个名额 就是他们 这就是仙人 对方一眼之下 王林只感觉身体一凉 心脏止不住的狂跳 小脸面无血色 呆呆地望着对方 再看那个一脸鸡灵之色的少年 也是双手放在裤边 闭恭闭敬 眼中露出狂热之色 唯有王卓 漫不经心地看了对方一眼 鼻子里轻哼一声 王卓的父亲 连忙上前 满脸恭敬之色 憨颤若惊道 上先 这三人正是王家推荐的族人 青年点头 不耐烦地说道 谁是王卓 老者面上一息 连忙拉着王卓说道 上先 这就是犬子王卓 青年深深地看了王卓一眼 面色微幻 变头道 王师弟 过人一表人才 难怪能被道须师叔看中 王卓得意地看了看铁柱 与另外那个机灵少年 自傲地说道 那是自然 本少的修仙灵根 道须仙人 可是夸奖不已 青年眉头一皱 但很快就舒展开 似笑非笑地 忘了王卓一眼 袖子一卷 带着三个少年 腾云驾雾 化作长虹 瞬间消失在原地 四叔抬头望着天空 喃喃自语道 铁柱一定要被选中啊 王林感觉身子一清 剧烈的钢风吹得脸上生疼 仔细一看 立刻震惊地发现 自己居然被夹在青年的夜下 正在空中飞快地前行 地面的村庄变成了一个个 巴掌大的黑点 飞快地向后移动 就这么一小会儿 他的眼睛就已经被风吹得通红 眼泪哗哗直流 你们三个不想眼睛瞎掉 就给我闭眼 青年冰冷的声音传来 王林内心一颤 连忙闭上双眼 不敢再看 内心对于修仙 更加的向往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脑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